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种姿态的女作家 她出场 听说这个签名寿书 我也没有见过 都穿着光着脊背的这种裙子 然后呢 这个签名的时候 有一次在成都 就是她把胸罩脱下来 就扔给这个排队的读者 这个 受到这个 非常 这个胆子非常大 那么当然 她后来上海宝贝 受到有关当局的禁止 她就自己就跑到国外去了 关于上海宝贝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读过 对她也有不同的评价 我觉得她这里边 当然一方面有她非常荒唐的 那种非常浮夸 浮夸的一种想象 但另一方面确实表达了 她试图把一个旧上海 和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的 新上海拼贴起来的那种努力 她把过去关于上海的传说 关于上海的想象 以及上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它能够成为的那样一种形象 把它混淆在一起 同时呢 她要写出一个女性的一种形象 这个女性的形象 仿佛是一个上海的 这种旧时代遗留的一种幽灵 在这个时代 转化为一种欲望的一种符号 所以这些呢 也不能仅仅是说 它是一部无聊之作 我觉得她也写出 这一代的青年 他们对上海的 以及中国面临的 消费社会到来的 那样一种急迫的 一种应对的方式 所以我不赞成 非常简单的把上海宝贝 斥责为什么垃圾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里面可读解的 可分析的 年轻一代的一种想象 女性的一种想象 还是有很多的东西的 因为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她和张爱玲的 王爱义的那样一个上海 既楼碎雨 其中同时又加入了 这一代青年的 他们的一种 独特的一种经验 魏惠本能是不是 像她小时候写的 那么开放和那么激进 有各种说法 文坛关于她的故事非常多 大家随便 竖起耳朵听一下 都能听得到 绵绵是昙花一现 因为她本身搞所谓的音乐 也写一点作品 当时上海一直有一个争论 就是到底绵绵和魏惠 谁是上海文化的正宗代表 那么当时他们都认为是绵绵 其实绵绵的文学能力 还是不如魏惠那么强大 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种斗争 是上海文化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个我们不好去谈论它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魏惠的文学 还是有它的训练的背景 它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明明的文学 太依赖个人的直接经验了 本身缺乏一种虚构的 展开的一种能力 那么女作家魏惠呢 我觉得她写了一系列的作品 魏惠还是一个 蛮有这样一个文学潜力 以及文学能力 还是相当强的一个女作家 我觉得她拐弯的夏天 是写得不错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也安妮宝贝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 对她有一个什么看法 我个人觉得她是莲花 还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作品 那么在座的 我想比较肯定为安妮宝贝的举下手 好吧 我看看比较肯定的 这么少啊 肯定的 比较肯定的 很少料料无几 反对的呢 看不上她的 姑娘看不上她 好 就是她一出手 她的起点 告别慰安 然后到莲花 她就是有一个高度 但她好像就开始在这个平台上 她不断的打转 然后就很难做出一个很大的这种变化 但其实是这一类的写作 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所以你像别的作家 那么他们的变化 即使是细微的变化 本身都包含了一种强大的变化 这话怎么讲 你比如说像贾病娃 她从这个浮躁 她到废都 到秦腔 你发现这个变化 其实对她来说是细微的变化 但呈现开来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变化 是吧 你看比如说莫言 她要她持续的那种风格 但是你看九国到风鲁肥囤 到风鲁肥囤再到生死疲劳 是吧 有意思的太大的一种撕扯 变到另一个东西去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她展开的还是不同的世界 就她描写的世界本身和经验 非常宽广 非常宽广 那么另一类的就是像这一代的作家 像安尼宝贝 就是说她讲的故事和讲的经验 还是那点事 这是她的一个问题 这是她的一个问题 确实刚才这位同学是说的一阵间学 那么对于这个莲花 我这里只谈下她的莲花 那么莲花我本身还是 本来还是比较欣赏这幅作品 其他的不谈 我觉得给我印象深的 就是她写友情 写友情超过爱情 就是说在我们这辈兰中 我们的小说 重要的是写爱情 因为爱情能够历史化 爱情能够历史化 就是说爱情和家联系在一起 家和国联系在一起 爱情的创伤 是一个家和历史的一种崩溃 因为它可以通过爱情的一种崩溃和重建 可以把历史的这种介入 给它全部的展现开来 但是这种有爱 少年人的有爱 它是非历史化的 它是回到自己内心的 它是回到人本身的问题 所以昨天我也讲到 包括顾冰讲到 他们比如说西方的小说 他们写的人很少 他们写两个人 三个人 甚至写一个人 他特别关注写那种忧郁 就写一个人 在屋子里动都不动 是吧 什么都不做 不动 其实就写那种忧郁症的 忧郁症的 他觉得有些作品写这种人 其实像乌尔夫写的墙上的斑点 一个人躺在床上 一直看出那个斑点 这人其实脑子有毛病了 精神心理有毛病 否则不会说 一直盯着那个东西 所谓的意识流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就是躺着动不动的人 他才会有意识流 是吧 你现在一般人 就是该干什么 就跑去干什么去了 但是这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它发展到这一步 它最后就一步一步的 就走到这一点 它本来还是要 两个人三个人 相爱 然后情感的内在的这种关系 回到内心等等 然后建立起一种冲突 当然浪漫主义的文学 也有向外的一种关系 解论 像霍山的红字那种 是吧 这种爱情的一种非法性 和外面的解论 但是重要的是一种 内在的一种冲突 但是你在这个 我们的文学中呢 我们就是 人和历史发生的关系 人和历史发生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历史太强大了 你每个人都是在历史当中 你住在一个村庄 邻里的关系 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 独立起来的 你一个人是没法单独存在的 你不断地受到 你首先 你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家庭的伦理 它不会让你一个人 单独地存在 你不能躺在那里 呆呆在那里想 什么都不干 马上 人家就来 父母就来问你 怎么还不去干活 兄弟姐妹看你不惯 你就不断地会被 会被侵怒 你没有一个 你的 想梳理出 这么一个家 他人的一种关系 他人 历史 家国 他一步一步 但是西方浪漫主义有 那就让他一个人呆子 所谓充分尊重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 他有他的一种权利 我说这个西方的 自由主义的经济 建立的一个概念 就是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我坐在那里 也是我的一种权益 但是在中国没有 是吧 你的权益是可以 你是和家国联系在一起 你是在家庭伦理中 那么 在安尼宝贝这一代作家中 发展出一种浪漫主义的经验 就是 他可以是一个人 你比如说这个庆招 是吧 一个人可以出去旅行 然后遇到另一个男人 那么这种男人呢 他可以 他可以跟他发生一种关系 所以为什么西方人 他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 我们说他开放啊什么呀 就是他这个身体是他自己的 因为他是他自己的 这种叙事 大家觉得很难理解 但是中国人不行 你是父母的 是吧 父母是国家的 父母是单位的 所以 你这个身体就 影响很大了 你身体一旦出现问题 那么你影响到父母 父母一下影响到单位 单位影响到国家 是吧 所以他不能随便的 把这个身体交付出去 他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怎么 身体的所有权问题 谁是身体的主人 那么这在过去的年代 确实它是一个 被历史异化的东西 它只有在历史中的身体 这种所有权是 受到一种质疑的 但是安妮宝贝这一代男 开始发展出这种经验 就是他有一种个人 对自我的一种支配 所以他写的这个内核 和善生的一种关系 还是一个 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个关系 就内核 当然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 是吧 其实心里有问题 她想摆脱这个秩序 她想支配她的身体 但注意到她里面 有个私奔的情节 她和那个美术老师 私奔 是吧 私奔就是什么 她想把她身体脱绪 从这样一个 她呢 她本来是一个 被驱逐的身体 她寄养在她的舅舅家 是吧 她不是她的父母 她父母不知道那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代的 我关注这一代男的写作 就是说 他们开始解放身体 他们开始解放身体的时候 你发现都是采取了病态的 和绝望的一种方式 大家注意七几年的 最近一部作品是 大地 不只是大地之中 它还有个蓝本 蓝本嫁衣 蓝本嫁衣那个女孩子呢 也是 是吧 她这个父母 把她这个遗弃了 就是说 父母的关系 非常的 家庭的伦理先破碎了 然后把她从家庭伦理中 不管是她自己脱绪也好 还是遗弃也好 她出来了 出来这个时候 这个身体变成她个人 你发现 这种个人的身体 变成一个病态 所有这种脱离家庭伦理的 这种身体 它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病态 脱绪 混乱 破碎 受到创伤 她小说中非常血涟宁地写到 她被轮间的蓝本嫁衣中 那么一个细节 是吧 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么一个身体的主权 它实际上是丧失了 你发现他主权没有回到他个人 他逃出来也没有 这个内核逃出去了 私奔了 最后又回来了 但是这个身体始终没有 他只有一个依靠 这个时候的依靠 这个时候的依靠是那个善生 小说非常厉害的经意的 过去只能是写到爱情 是吧 这个和善生 但是他里面没有谈到爱情 你不能说他跟善生没有爱情 他跟善生可能有爱情 但是他没有谈到 一直陷进在友情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 男同学女同学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建构起一种友情友爱 我觉得中国过去的 我们这辈子就很恐怖 就是说 你建立爱情 你男女只能建立爱情 托斯太说 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 一旦有那就是爱情 爱情意味着什么 爱情意味着婚姻 那么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去握 女孩子的手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 是吧 是不是讲过 我们 我一直到 21岁还没有握过女孩子的手 大家相信吗 我有一个女同学 毕业了 伸出手说要握 我这个手伸出来 他最后他缩回去了 因为一握下去 这个叫我 定了 这个事情就定了 这个事情就定了 所以这个事 你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吧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代人 我都怀疑有没有爱情 就因为爱情就意味着 爱情离这个婚姻的门槛太近了 就是它几乎只有一步之遥 你一旦有爱情 就已经在婚姻的门槛前徘徊 或者一只脚就跨进婚姻了 所以他没有一个友情 男女之间没有友情的经验 你们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友情的经验 所以就说你们这一代人 和我们这代人的经验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 这个小说 可以看到对年轻一代的经验 的这种发觉 是非常独特 而且我感到他写出的 那种 我看看啊 这个小说中呢 对那个善生和隐生的 他对这个 他讲内核 有一次到医院 到北京 也可能是北京大学 这个来看善生 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他其中有一段啊 一种倾诉 我觉得 我读着这段 我觉得非常感动 这个内核到北京 来看望这个善生 大家书里面都有 大家看一下 在第428页 他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 他亲身说话 来迟的路上 在火车卧铺上一夜无眠 担心见你的时候 无法把心里想说的话 告诉你 但是见到时 似乎不过三五天未见 我一直幻想着这一天 能够与你喝酒 说说笑笑 把心里所有的负担 暂时搁置下来 获得片刻休息 当然内核是一个问题少女 是吧 他后来跑到 后来得了疾病 跑到这个摩托 那么后来这个英勇 现身了 但是我觉得他写出 这样一个有创伤的 绝望的一种少女的生活 同时写出那种友情 写出这代人 他们要把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身体 回到重建主权的这种困难 大家注意到 我用主权这个概念 而不是主体性这个概念 主权这个概念是 巴塔耶的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 我过去没有更多的解释 以后在讨论中 还可以进入的解释 所以我觉得对这一代的作家 要看他们的作品 还是可以有不同的 介入的方式 有不同的层面 去看到这样一种 女性写作 她们发掘出了一种 不同代和不同层面的那种经验 本来这里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展开来讨论 但是今天这个时间 马上又到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女性主义写作 是否有一个历史起源 就什么时候的女性写作 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女性 成为一个主义的 所以这个我也说过 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 是吧 那么广义的在模拟上来说 所有的女性写作 这个都可以称之为 是一个女性主义写作 那么在中国 我们可能说现在进入现代 女性写作是一个 现代性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从五四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去理解 对我们中国八九十年代 是一个什么理解 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可以区分吗 大家可能经常会 这个疑惑 就是女权和女性 那么在英语中 它是没有区分的 但是在汉语中 它是有区分的 我们通常是把女性主义 看成是一个 看成是一个 社会学的 这样一个社会运动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在中国 几乎没有女性主义运动 但是现在有一些了 现在有些非政府组织的 非常强调女性的权益 捍卫女性的权益 这些有 但是女性主义 我们通常是以更加温和一些的 不再有政治诉求 也不再参与社会斗争 也不再有直接的利益目标的 那样一个书写的话语表达的方式 叫做女性主义 就是否真的存在一种 性别身份的写作 这个错了 仅只是一种女性身份政治吗 就是女性主义是否把女性本质化 并且与男人截然对立 是否有一种对立男性的女性 这种冲突如何产生和形成 是由一个历史性的男权压迫史 所以我也建议你们 就是说注意到 我在描述这些女性写作者 陈朗玲白 他们的经验 包括和徐晓斌的这种经验 他们是有差异的 你像红颖的这样一个女性的一种经验 它是带有这么一种破碎感的 在历史中的破碎感的经验 而且从纯粹的女性经验 它也更多的回到一种历史的一种书写当中了 就是女性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 贯穿于女性写作 我觉得这也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 是否真的有一种这样的 文学史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或文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就是我们是做一个文学史的意义 去确认它 还是做一个文本的意义去确认它 当然我会反过来 比如说像一些男性写作 比如苏童的作品中 他写了女性 关注了女性的名 而且他本身的文体 也带有这种阴楼 这样一种阴楼之美 是吧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所以是否有一种阴性的 女性气质的美学风格 这种美学风格 是否是女性的胜利 还是一种女性的逃避 这个 我这些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 好 那我们明天晚上继续上课 明天7点10分 还是在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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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